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旬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现在在网上交朋友谈恋爱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那么最近根据一项调查是发现说 网约谈恋爱最终步上结婚殿堂结婚的这些人 他们反而感情比较扎实 反而婚姻的时间延续的也比较久 而且婚后的生活也比较快乐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两个没有什么资格谈这个话题 因为我们两个没有在网上交友的经历 我们的生活的年代早于那个年代 我们早生了30年 但是我们两个共同都认识 而且各自分别认识 在网上找到了他另一半的那些人 而且我后来也想了想 反正我所认识的那些通过网站 最后结成夫妻生孩子什么那些 都没有离婚了 而且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结果 这个研究结果是从美国的 芝加哥大学到康奈尔大学 到瑞士的大学 到欧洲的其他的一些国家大学 他们大量的做的研究的一个结果 所以特别的有趣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在社交的平台上 在新媒体上交往的这种渠道 那绝对是给社会学的研究者和心理学研究者提供那个肥沃的土地啊 那简直太多的研究 因为什么这里面的数据特别的棒 你长的什么样子 你多大 你的体重多少 你的兴趣是什么 男的女的老的少 所有的这一些呢 那简直是研究起来 如果你再跟踪他们 在结交了以后的 结婚了以后的情况的话 那确实是太宝贵的经历 再加上呢 我们也知道过去有句话叫什么千里姻缘一线千啊之类的 那古代的时候 或者再稍微早个几十年 人和人男女之间交往的渠道非常有限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东西叫做介绍对象 那所谓介绍对象就是因为我自己没办法认识 所以呢 只好托人给介绍一下 但是那个局限性也很大 那直到最后呢 有一个特别 有人认为也是挺惨的一个结果 但也没办法 就叫做登广告征婚 只能是说我谁谁谁 我收入多少 我有房子多少平米 我希望什么 但是没有想到的 就是原始的这种登广告征婚 当到了国际网站上以后 那这个交互游的范围扩大了以后呢 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方式 原来这是这么一个能够稳定关系 那今天就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种方式 要比其他的传统的方式要更好 对 一开始啊 其实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话题 就是在这个网约时代 在这个网上交友的这些网站 一个一个出来之后呢 有一些问题 你比如说 男的会把自己抱的稍微好一点 个儿高一点 体重瘦一点 不行 收入高一点 不行 因为你撒谎是有代价的 没错 一开始你可能会这样子 但是逐渐的你和真正的人见面以后 这一切都破灭了 怎么办 对这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发展到比较成熟的时候呢 反而它的优越性体现出来了 就是说你如果在网上交对象的话 那么实际上你在比如说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以及你想找什么样的一个人 这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 你倒反而必须要非常真诚的来对待了 你必须要非常真诚的要告诉对方 而对方也会告诉你 这样大家不会浪费时间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变得比较真诚 对 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自己想一想 你上一次写一个短文介绍你自己是什么时候 有的人可能一辈子没写过 出于中等原因 我说这个介绍 不是说你要去一个什么地方找工作啊 或者是你要去做一个发言 人家说你先给我写个字我介绍 因为你去找工作和你发言 你永远不会写你体重多少啊 或者什么 对 你不会写这些东西嘛 对不对 我说的你自己介绍你自己 有的时候你可能一辈子不做这个事情 所以在网上交友呢 它第一个好处 就是第一次让你面对自己 对 真实的面对自己 你要向外人呈现出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 然后其实我们平时说的多 做的少 什么呢 就是到底我们是想找什么样的人啊 有的时候其实特别模糊 并不是特别的清楚 可是在网上呢 你明白一个道理叫缩小包围圈 你写的越多 就是你希望交友的那个人是什么样 你的成功率越高 比如说你可以写 我希望他是一个信仰这个宗教的人啊 我希望他不吃肉啊 我希望他年龄再多到多大呀 我希望他受过什么教育 我希望他喜欢或者不喜欢户外活动啊 我希望他喜欢宠物或者不喜欢宠物 你就想吧 反正你能想到的都往里填 这样的话呢 网站它是一个电脑系统 它的计算以后 它刷了一下 它给你的 都只是符合你的条件的人 你想这个成功率能不高吗 对不对 而且呢是这样子 你仔细再想想 他在交友网站当中 你认识的人 首先这个目的基本上都是共同的 也就是说 大家都想在这个上头找的是对象 是要可能会走到结婚殿堂 可能是最后要牵手的那个人 所以大家在这个方面有了一个共识 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想玩玩 只想什么那有别的网站 你知道吧 那个有的有无数的网站可以让你去 我们只能假设每个人上到这来都是想要找一个结婚的对象的 那么确实也都是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样子 大部分人是这样 所以呢你和这个同学之间的交往 什么谈恋爱 蒙蒙隆隆的那个交朋友 那个是不一样的 同学之间 朋友之间 或者是你朋友的弟弟哥哥 交交往什么的 那个 你交的时候呢 你并没有明确的说 我们以后可能发展成对象 所以那种交往呢 有的时候会 后来会失败 原因就是很多话在之前没讲清楚 可是在网站交往的时候呢 他首先要问对方的就是你比如说 这个这段关系你准备朝哪个方向发展啊 这个你婚后想要做什么样的 就是是期待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或者说你上一次这个两人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会失败啊 等等这些话呢 是熟人之间是朋友 就是比如说同学之间不太好意思当面问的 可是在交友网站当中 两人还不认识的时候 大家就先把这话先问清楚了 所以呢 他就显得更加真诚 对 这里面呢 这个筛选的过程非常的重要 对此呢 康奈尔大学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那等一下呢 把这个实验汇报给大家 但刚才一开始高宁说 有些人撒谎嘛 对不对 撒谎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呢 有一点这里要讲一下 撒个小谎可以 为什么撒小谎可以 就是那种无关痛痒的小谎 为什么可以呢 原因是这样的 这就是国际网络给我们提供的另外一个美妙的地方 那就是 人是这样的 如果你没见面的时候 先有文字之间的来往的话 先有长时间的沟通的话呀 如果谈的两人情投意合的话 他真见到你的时候 他会原谅你一些东西 你知道吗 这个比你那个第一次见面 从来没见过 没见过第一次见面 从之前没有任何交流 那要好很多 那稍待我们再看一看 为什么小撒一点 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之前的这个铺垫 这么至关重要 欢迎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当人们第一个从这个Walkman 从这个随身听戴上耳机开始呢 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叫做孤独和与其他人隔离的这样一条路 那么我们现在有了手机之后呢 在手机上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了 也就是说朝这条路走的就越来越远了 但是呢 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让你伸出手来和对方进行联系 那这个就是网约上头的就是网路上面的约会的这个网站 所以现在逐渐的也越来越成熟了 有了大的这个数据之后 有更精确的算法之后呢 他给你的匹配啊 也就越来越准确了 他会知道根据你的收入 你的年龄 你的工作的这个 比如说地位 或者是你想要找的什么人 他给你找的这个匹配的人是 越来越符合你的这个条件和要求了 所以这个本身他进行了一些筛选 然后再跟你直接再进行交谈 那么你有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 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就又筛选了很多 因为你提出什么 你上一次婚姻怎么怎么失败的 你上一次的这个恋爱关系怎么终结的 你告诉我一下 你以后希望的是什么东西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问了以后呢 很多人就不再跟你联系了 大部分人就已经筛选掉了 也就是说你并不是想找那些人 那些人可能也不想找你 剩下来回答你这些问题 跟你再继续保持联系交谈的 反而是有可能发展成对象的那些人 刚才讲过康奈尔大学做的实验 其实芝加盖大学 瑞士等等大学都做过类似的实验 康奈尔大学怎么做呢 它是这么一个实验 它找了一些单身的人士 就是希望找到 生活另一半的这些人分成三组 第一组谁不认谁 陌生人直接坐下来去见面 面对面 这是李小姐那是王先生 就是当然他们找的可能是老美了 第一是面对面 然后你们两个交谈 第二呢是用电脑 谁也看不见谁 是电脑交谈 但是电脑交谈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摄像头 我们知道Skype就是这种功能 其实微信也有视频通话 就是大家没在一个房间里 没有面对面 甚至可能不在一个国家 或者不在一个地区 但是我安排好了以后呢 你们两个聊天 但是条件是你们必须得看见 看见对方长得什么样子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最关键的 谁也看不见 只能写字 只能打字 短信 只能通过打字的方式联系一起 好结果这个调查不得了 这个研究发现呢 当然是一段时间了 不是那个当场就结果 一段时间的跟踪发现 绝没有什么例外 凡是那种一开始先打字的那种啊 他们之间是到后来 越说越亲密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越左越深 这个关系 反而是那个头两种不行 而且进一步研究 刚才说芝加哥大学研究的 一万九千名人啊 人士的发现 凡是在网上交友的 他们的离婚率 比普通的其他任何方式的 都低 25% 这什么概念 这是四分之一啊 很大啊 这个区别 他们一旦结合以后 就不太容易离婚 这就是我们说的 有多句话叫 所谓什么日久生情啊 什么这种 什么叫日久生情 它和一见钟情的大区别就是 肯定不是一见钟情 对不对 因为一见钟情就归到那一类去了 就是接触 接触接触接触怎么样 就把我过去不在乎的 或者我很在乎的东西 它变得越来越次要了 原来接触 而什么东西叫接触 就是那打字啊 刚才说的 对不对 打字就是敞开心扉 而且人还有这么一个特点 我们在广播电台工作也知道 那种打电话进来的 越是对陌生人 越容易讲真话 你知道吗 因为他没有什么戒心嘛 反正你不知道我是谁 而且我说了以后 不行就拉倒了 不行就算了 对对对 这个没有任何感情投入 所以也无所谓 对没错 对结果凡是这样的 反而他当然很多人就因此而断掉了 但是问题 但是断掉好事啊 是是他就等于是帮你筛选了 提高效率了 没错 那么凡是跟你一起聊天的 他说他的那个上一段的伤心事 你说你的 反而两人有了默契有了共鸣 他们就逐渐的就往进一步再发展了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是相互之间的投入 和相互之间对对方的这个真诚的谈 就是表白啊 实际上是感情的基础 对 他们就有了基础了 有一个东西 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比较能说明问题 就是所谓年龄的差距 一般来说 这个男女差个什么18岁啊 什么20岁啊 要是在生活中就比较难 你知道吗 可是在网上有很多这种年龄 有相当大的差距的人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刚才说的沟通 他一下把这种差距呢 给缩小了 也可能一个女 我们拿一个女性来举例 他可能永远没有想到 我会找一个人 比如大15岁 或者大多少岁 你要问他的条件的时候 他也可能把这个放得 特别特别的靠后 就是这绝对是最后考虑的 但是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呢 他可能遇到一个年龄比他大的 但是他才发现原来 比如说完全是同龄的 一两岁两三岁这种啊 大家 谈不来啊 谈不来 就是关怀也不够啊 或者什么是种种吧 那个呢 经验可能已经离了三十足 也懂得了 对女性也增加了一些了解 也懂得关怀 也承认自己过去犯了哪些错误什么的 你知道我们人是这样的 尤其是面对陌生人 他说几句那个温暖的话呀 那抵抗力特别低 你知道吗 就是说一个完全 因为你想一个完全不认识你的人 我跟你讲我一个事儿 我有一次受了伤了啊 受了伤不重要去医院 而且还续了急救 不是躺着进去的 现在就是急救 然后有一个旁边有一个护士 这个护士他不是照顾我的 是我那个医生是个男的 那个医生在那帮着我弄好弄好弄好 他离得远远的 冲着一边一笑 因为看我这边包扎好了嘛 竖了个大拇指 我当时这个阴幕印象很深 因为这关你什么事儿啊 你根本不理我 但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 在那一刻突然之间向你示出这样一种温暖 而且也不是华人 所以跟那个什么我们做不做节目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那一刻我特别的印象非常的深 他啪的一下竖个大拇指对我 然后对你笑笑 对祝贺你这个好像 哎呀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 我们需要更多一点吧 这么说吧 温暖 对需要一点这种 这个呢有点像 他举了个例子有点像买房子 你在买房子的时候 你有一些硬性的规定 你说我比如说啊 我必须要一个三车库的 我必须要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当你看到一个房子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三车库没那么重要了 因为他有其他的特点一下吸引你了 而且他那些特点你之前可能没有秘书 没想到 对没想到 但是突然发现这个卧室这么主卧室这么大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以前我并没有特别要求 但是现在我看了这个房子不行 我没有这个东西我反而不买了 所以其他的东西反而不重要了 就像刚才中信说的 原来可能你认为说差个12岁以上我不考虑 我基本上是现在差个七八岁四五岁有这个考虑 但是突然发现见了人以后 你突然发现这个年龄的差距 尽管我们差七八岁 但是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克服这个问题了 所以这个网上约会就有这种弹性 所以蛮有意思的 而且突然这次民调也发现说是在网上约会成封以后 首先在美国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是网上约会 是导致他们结婚 其次是异性的 不是异性 就是异族同婚 逐渐增加了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